推手 像你这种抢别人男朋友的人 懂什么规矩 这边只有改大一点 好 我看下一页 这边 笑语姐 桑志 是 笑语姐 提案做好了之后 我会先给你看 你不用发给我看 你是实习生 你不懂我们公司的规矩是吗 你是我的员工 我的手下 你有想法 有提案 你不跟我提 你在刚刚的大会上面提 什么意思啊 你想怎么样 显得自己很聪明是吗 没有 对不起 笑语姐 就 不过也是 像你这种抢别人男朋友的人 懂什么规矩 好 你喝这种 到很久吗 还有 段嘉雪呢 她去帮你买饮料去了 听说 你老加班是不是 实际上都是都要加班的 反正呢 上班 我自己多注意点 好好休息 我明天早上的飞机 然后等会儿我得处理点事 所以我先走了 好 明天早上的飞机 你很奇怪 你才来几天你就要走 不是我回去还有一大堆事呢 那你可以早点跟我说啊 我 我可以昨天请假 陪你到一鹤转一转 算了 你带我出去玩那玩儿 什么样效果呢 算了算了 那 那你又不能 多待两天吗 不 不是 我 我 不是你在你公司楼下 出河是吗 你不先丢人吗 这 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 你天天就是在他沙发上坐着 给他当看门狗呢 真的 你不对劲啊 你是不是实习不开心啊 猜的 这样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干得不开心 咱打不了就不要干了 咱缺这点钱吗 又不缺 对不对 不还没我红包给得多呢 我跟你说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你领导啊 没有别人欺负上门 我还能红你的事 走啊 来来来来来 你看 赶紧来 赶紧红我 咋回事啊 你看我 这么大人又欺负他 不是 他说他实习 我没有 他乱说的 是为你拉黑我 然后抢我红包 所以我才难过的 我这不闹着跟你玩呢吗 我肯定到时候就还给你了呀 我知道了 别说了 来 喝点东西先 阿许 我中午还得出了点事 你先送他回家了 我送你过去吗 太麻烦了 反风向 行 你俩好好的 我走了 有段阿许 你不是挺开心的吗 拜拜 拜拜 小北 你老板在二楼吗 怎么了 走了 怎么了